最近2024年的高考已经完成了 我家的孩子是今年参加高考的 现在考完了大概有一个星期了 这一个星期他都是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的 这样我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人家批评我说我这种自由职业的父母 怎么不在家里好好照顾孩子的起居饮食 因为你的时间比较自由嘛 你说自媒体的 要多点时间照顾孩子的起居饮食 其实我想说 虽然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说孩子是父母的希望 其实我也想说 父母也是孩子的希望 一个不优秀不上进的父母 自己躺平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这种父母是不靠谱的 其实平庸也是一种罪恶 我们作为父母的 就要以身作折 做好自己的工作 然后再照顾好自己的子女 你说现在社会的竞争这么大 以前在农业社会的时候 我们家里有几某田 那一家人的温饱问题是没有温 是能解决的 那么到了近二十多年来 如果你家里有房产租租 那你的生活也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你看现在 你当房东 你的生活过得还好吗 所以这个社会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更新 我们必须要保持学习 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这里 所以作为父母 你是要按照传统那一套 认为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而自己切由躺平 这种思想是不对的 我也讲过 父母也是孩子的希望 你看现在好一点的学校 如果你想送你的孩子去 国外留学深造 你看看一年的学费是多少 如果你做父母的不努力 作为一个平庸的父母 你的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吗 这是不可能的 之前我说的孩子是父母的希望 也说过父母是孩子的希望 其实这些话都不会错 但我今天更想说的 自己才是自己的希望 我们不单单要为孩子 做出自己的一个表率 也要不断的努力的去提升自己 你想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老年人说 孩子是靠不住的 也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新闻 父母把孩子抛弃了 这些新闻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可是你要再想一想 谁才是我们最可靠的 只有我们自己 所以在这个变得越来越 竞争越来越强的社会 我们首先要依靠的 就是我们自己 所谓的自强不息 就是这个道理 喝茶